大家好,欢迎收看《剧眼说香》,我是宁希 在唐朝有这么一位诗人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凭借一首诗《名动京城》 他写的诗通俗易懂,被称为老欲能解 他是情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让人感动 他也是挚友,君埋泉下泥消谷 我寄人间血满头,写出了和朋友的深厚情谊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我说的这位唐代诗人 就是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还擅长写讽语诗 他的叙事诗成就也很高 像比如《长恨歌》、《琵琶行》等等 都是快智人口的作品 他的诗歌题材很广泛,形式也很多样 其实如果我们读他的作品读得多了 就会发现他前半生锋芒毕露,后半生纵情山水 他还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偶像 也被日本人奉为是文殊菩萨 大家都说读诗如读人 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白居易几首经典的诗 了解一个多面的白居易 首先我们来看《问流十九》 这首诗我一直很喜欢 其中所传递的那种温暖,很治愈 在一千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里 白居易在向朋友发出邀请 我这里淡绿色的米酒已经新酿出来了 红红的小火炉已经烧得旺旺的了 天色将晚,看起来好像就要下雪了 朋友啊,能否来我这里共饮一杯酒暖身呢 这个邀约很雅,也很有生活情趣 几千年过去了 我们读来还是会觉得感到温暖 屋子外面是寒冷的,是雪天 屋子里面却是暖洋洋的 红泥做的小火炉 围炉夜话,喝着暖身的小酒 身边还有个朋友 这个下雪天白居易过得真不错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早 一次一句透出的是温馨的情感 很暖心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也总是让人们去珍惜真心的朋友 哪怕大雪将至,总有人会因为我们而来 或者我们也会因某人而去赴一场约 即使天寒地冻,只觉得温暖如春 我们再来读一读《池上二诀》 这两首小诗呢 一首清幽,一首邪趣 这两首诗很能看出白剧写诗风格的多样化 感到它对各种题材是信守念来的 我们先来看《池上其一》 山僧对其作,局上竹阴轻 映竹无人见,时闻夏子生 这首诗写的是两个僧人下围棋的场景 竹林茂密,树荫遮盖了棋盘 没有人能在竹林外面看见他们 外面的人只能听到两位僧人轻轻的落子之声 这首诗反映的意境很近,很美 山僧对弈的场景 其实也是白剧自己心态的一种反应 深山里的和尚本来就是与世无争的 他们又是在竹阴下下棋 那种不染一丝尘埃的清净空灵 让白剧神网 这首诗里的人物全部都隐藏不录 所以虽然有三个人活动 也觉得很轻忧 尤其最后那句时闻夏子生 以动趁近 更加显示出那种比一般的近 还更近的状态 再来看齐二 池上齐二 小娃撑小挺 偷踩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 扶贫一道开 这首齐二明显的感到节奏变了 很活泼 小朋友撑着小船 偷偷地从池塘里踩来了白莲 孩子嘛 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行踪 扶贫被船荡开了 水面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水线 这些画面在白莲的笔下就像是一组镜头 有小孩踩连的镜头 也有他撑着小船进入了画面 然后又划着小船离开了 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屏 轻轻地在水面摇动着 这些动作都很生动 有景有色 情质逼真 一个淘气又可爱的小孩形象 也栩栩如生 悦然至上了 刚才这两首小诗呢 风格和基调很不一样 读来能够感觉到白莲的生活情趣 一些小的细节 像看到别人下棋 看到小朋友彩莲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事 可是在白莲的眼里呢 却充满着意趣 咱们现在会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白莲就是一个始终热爱生活 有生活情趣的人 我们再来看 山泉兼茶有怀 坐着灵灵水 看肩色色沉 无有迟一晚 寄予爱茶人 爱喝茶的朋友看到这首诗 会不会觉得很亲切呢 我就是一个超爱喝茶的人 很喜欢白居易所传递出的 这种喝茶的状态 倒一些清凉的水 看着正在煎煮的茶粉 端着这样一碗清香碧绿的茶 多惬意啊 想把这份情感寄予爱茶之人 这里为什么说是茶粉呢 这是因为在唐朝呢 人们会把茶磨成细粉 颜色翠绿翠绿的 很好看也很好喝 如果有点空闲时间呢 我们也不妨学学白居易 放松放松心情 品一杯香茶 品着茶汤 闻着茶香 仿佛时光都变得更柔软了 我们再来看 这首诗里的秋雨很柔和 在一个秋天的夜里起风了 稍微的感觉到了丝丝凉意 走在外面呢 只觉得衣裳变得润了 没有一粒一粒的雨点 也没有听到 稀稀粒粒的下雨声 这是萌萌细雨 白居笔下的秋雨 是不是很像春天的杏花微雨呢 它带给人的 不是萧瑟的寒意 而是一种宁静淡薄的诗意 其实呢 写雨的诗很多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首 白居写这首诗的手法很巧妙 因为是夜里 看不见雨 而且又因为雨很小 像是雾一样的细细的 所以也几乎听不到雨声 这样呢 虽然每一句都在写雨 但是又没有出现一个雨字 还有一种润雾无声的 婉约和柔和的美感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没有关注的朋友 可以点击关注 这样你以后就很方便找到我 也可以经常看到 志愿书香的节目更新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